大家好,我是梁希晴 我正在讀洛华天主教小学 今年六年级 而我刚刚弹过一首歌 它的名字叫《战台风》 我很喜欢这首歌 因为是表示台风来到 情绪是很激烈的 还有它是我七级考级要弹的歌 我是五岁半开始学古真的 本来妈妈想带我去学钢琴 但其实我不喜欢钢琴 因为我的手指有点缺陷 我的手指是直不到的 老师就发现了我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慢慢适应 但是慢慢去试试 所以要被人多练多几次才能掌握 有点疼 她就不想练了 那时候又哭了 曾经都说不学了 妈妈不学了 我想放弃 但她鼓励我 你一开始就是想学古真的 你应该要坚持下去 不可以放弃 不過後來我就不斷練鼓掃 原來它可以幫到我 把我的手指慢慢可以 沒有那麼彎 我每個星期每日都要練習 一個半小時至兩個小時 最難的就是換弦 因為總共有21條弦 每次都要把它拆出來 然後再放進去 再幫它調音 都是困難的 我在學校沒有參加關於樂器的訓練 但我有參加籃球和田徑 Squareball 英語話劇 因為之前媽媽不支持我打籃球 然後我就跟她說 打籃球可以增強體力 而且我猜真是個人項目 籃球的團體 令我可以學到團體精神 最後她也答應了 然後我也會打籃球的時候 不會經常弄傷手指 現在目標就是 先考了七級 然後再考到演奏二級彈 我最想彈的修行者 為了達到你的目標 有沒有自己也有什麼計劃 方向 加油練琴 1 2 2 2 3 4 5 1 5 7 6 6 7